再录一下 能看到吗 现在 看不到盘呀 那我再弄一下 现在能看见吗 对 他那个有可能是福在上 昨天晚上我讲 讲最后讲那个例子的时候 一换盘 他们好多人看不见 他们也没有打字 最后 后来弄完了 可能发现就我看见那盘了 你们都没看见 好 看一下这个局 那么他是直接在微信里面问的 他说他侄女有点 有点不舒服 就方向来看看 然后呢 你们看一下 该从哪儿入手 快都发言啊 咱们这个客户讨论呢 需要这个 大家一起来啊 一起来 我从微信上再找找 这个有记录 然后当时是怎么断的 都有 趁着这个 趁着趁着这个 这个 还有时间不长 有时间长了就忘了 结果你断完了 这个 过段时间 你再看到这局 你就根本想不起来 是咋回事 找一下 你们入手断一下 谁能说话呀 我觉得我要是穿定的话 我就先看那个天人 天蕊心 对 然后呢 你分析一下这个思路 天蕊心 空了的话 是其他股这个意思吗 呃 他是姑须地嘛 对吧 嗯 姑须地是 被姑积须 呃 那个 以女可敌食夫 哪个是姑 哪个是须 能分清楚吗 嗯 啊 这个 我说一下啊 就是他那个姑须呢 空王的那个叫姑 知道吧 然后呢 他的对功叫须 你看 我把鼠标移过来啊 空王的这个叫姑 然后玄武这个功呢 呃 对功呢 哎 叫须 是这样的 他这个姑须 我刚刚来 我理解呢 我以为须呢 须不是没有了吗 就是那个空王那个功 后来一查 不是那样的啊 后来记住了 被姑积须 一女可敌食夫 就是这个姑须地 是这么理解的啊 如果这个是他用神功 用神功呢 他就坐在这一功 然后呢 对功就反 就是他的像镜子一样 反折射住他内心的想法 知道吧 但是立根 你还要立根到这个宫里边去 但是你用神在这个宫 就反过来了 是吧 反过来 就说必须有一竹一刺 这个你分清楚 这个是他内心想法 啊 我找到 你们先断着 我找到这当时的断的局啊 这上面有 他当时呢 是这么这么说的 他说 此局测眼睛疾病如何 然后他光说了这句话呢 就没有前提 哎就没有搭理他 是吧 你得把前提说明 他后来说了是 我五岁 我爱孙女的 哎 人家已经说出眼疾了 哎 一个就说 他即使不说 是吧 这里边也提前的很明显 是吧 你看他这个话是怎么问的 他先问的是测眼疾如何 所以说我们 我们在断的时候啊 一定是 灵感啊 灵硬啊 抓去这个外硬 他先说的疾病 我们先看几个股 先说的是外孙女呢 我们就看实干 实际上这两个 哪个也没跑 是吧 首先 我们看这是丁 是吧 丁家饼 这吴家饼 哎 这是林的藤蛇 那么这里边 修门 休息了 是吧 修门 兴兴兴 眼睛 休息了 你可以这么说 那吴家饼 是青龙 反手 是吧 然后藤蛇又是变化 据说他这种演技呢 应该是以前也有过 是吧 藤蛇主变化 变来变去嘛 变来变去也主 也是主以前有 吴家炳呢也是反回来了 以前也有过 那么那个顾虚帝呢 看顾虚帝是玄武 玄武新家庚 白虎干阁 白虎干阁呢 如果是吴家庚就厉害了 我们刚讲完 那个 谁那有杂音呢 李恒达 是吧 你那有杂音 然后呢 你看看是不是 新家庚 他就不算是太严重 就说相对好一点啊 你记住相对好一点 白虎 白虎干阁 他也是有争斗 有打斗这种现象 由他眼睛肯定扎着疼 是吧 扎着疼 有这种 这种现象 那么呢 临着玄武 玄武是什么呀 看不清楚 是不是 模糊 看不清楚 临着藤蛇呢 就是有变化 有一会儿能看清楚 有一会儿看不清楚 那么我看 我看完这局 我当时就说 眼睛看不清东西了 他就说 对 是 眼睛老是一眨一眨的 你看 藤蛇他也是吗 也是这个意思 用眼药水都无济于是 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啊 那么 他后来呢 是你在 你在你在 你在看这个里边啊 这个这个 实际上后来 他把这个事说出来了 他把这个事说出来了 他说是 旅行回来 去了一趟 庙里边 然后呢 就这样 是吧 实际上我们 我们这里边一看就很清楚了 井门是出去玩了吗 井门也为道路吗 耿也为道路 是吧 耿也为道路 然后呢 天锐行其实就是寺庙 去寺庙 他也不是去了一趟 然后出去玩 是吧 旅游 井门旅行吗 旅游也是 出去玩 然后就去寺庙 最后导致什么呀 导致藤蛇 导致了有藤蛇 有玄武 是不是 所以呢 肯定是 有东西跟过来了 没跑的 有东西跟过来了 我们再看那个银干 银干引到哪了 九天 天赋星 精美 是吧 精美呢 那你直接就是惊吓了 是吧 就是有惊吓 眼睛呢 应该是眼睛呢 有点发红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什么呀 你看他并浮星的里边 丁嘛 丙是红颜色吗 丁跟丙都是红颜色吗 丁跟丙又是严正 是吧 雾 雾是不是土啊 雾土是不是肿啊 肿胀啊 还有点肿 眼睛还肿呢 是不是这信号都有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个里边啊 这个里边怎么治 关键他还有一点 你注意啊 还有一点 就是说实干啊 实干直接临的是什么呀 玄武是不是 所以你注意啊 这小孩临着腾认 临着玄武 那绝对是有东西跟着的 跑不了的 就是出去玩 有东西跟过来了 是吧 音性信息嘛 然后你看看这个乙齐 是不是 乙齐是不刻天位星的 天心星也不刻 是不是 也不刻 而且离空了 也刻不着 但是呢 他这里边有一个什么 你注意这个 镇空还有一个乙齐 是吧 应该是乙齐 哎 那所以这个 你用乙齐咒是可以的 一个是用乙齐咒 再一个 就是说 用那个 中医药物 他还是管点车的 以下灵鬼嘛 就是 比如说 收水消炎的 是吧 收水消炎 还是有一定 有一定效果的 但是呢 他这里边就是说了 这个受过惊吓嘛 是吧 有经文 所以他这要两种配合起来 一个得把那个玄武搞走了 你知道吧 玄武是临在 淋在这个 淋在他这个石杆上的 淋着小孩的 天润心又是藤蛇 所以他单纯的 那个 那个 比如说去收水啊 去消炎呢 不一定向我好 在这么 在这么做 这个是个小的 这个 案例 怎么解决了 怎么解决一个得收精 收精 然后呢 通过处理 把他身上那个淫性物质给送走 送走完了之后呢 再经过 在中医收点水啊 然后消消炎啊 就没事了 知道吧 但是呢 他这个 他最后他也没反馈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我再找一个例子 就让我来转发 他病的位置是这样的 他那个宫位你可以那么看 因为你要注意前提 是不是我刚才说了 人家已经告诉你了 小孩眼睛有问题 是不是 那你可以那么用 所以这七门他就活就活在这 而且是非常灵活 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 你要是全面考虑周到 而且落在镇宫 他还有一个什么符号呢 镇是不是是为雷为洞 就是说他突然就就有了 这个病 突发性的 这个我以前公开课的例子的时候 也讲过 准确度相当高 就是说你的意知条件 特别是这个七门 七门抓生人是非常厉害的 对吧 就是这个人你根本不认识他 来了之后你就测 你就按你的想法说 基本上都对 但是呢 如果是熟人 熟人的话 你能把熟人抓好了 这才是高手 是吧 给人断好了才是高手 为啥呢 熟人这个熟人呢 他好多情况 你自己知道 你知道他很多问题 很多很多情况 你一看局 这个问题可能情况不对啊 不符 这个局不准 你就换了 你要把这个思维给屏蔽掉 就跟像断生人那样 我就我就按局去断 他不承认不承认 我就要这么短 这出来就准了 怎么回事啊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盘 这个盘 这个盘呢 当时是录的阴 时间稍微有点长 长就有点旺了 这是老邪啊 他在群里发的 这个盘呢 直接发群里了 刚好那时候有空 我看了一眼 他是看他儿子的 你知道啊 也是 也是他儿子那个身体状况 这个你走一下思路 他问他儿子的 你看天蕊行是吧 对 你看天蕊行是吧 你看天蕊行是吧 你没听听着我刚才 刚才我说话的前提 其实上一个局 我已经讲了 是吧 我说他看他儿子的 看他儿子的 你看 身体状况 他这个相后关系 是吧 身体状况 是不是丁直接临死门了 丁家庚啊 文殊阻隔 是吧 耕 耕为什么 耕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 又临着死门 是不是说这个问题 基本上根本解决不了啊 上边还有白骨应该解决 对 你说的非常对 是吧 白骨就是很严重 白骨落 你看落在哪 白骨是不是落在阵宫啊 白骨守什么呀 五行属啥 对 他白骨在阵性宫是最厉害的 他要是落在 落在前 落在那个什么呀 落在砍宫就没啥事 落在砍宫的话 我原先那个局就是嘛 后来觉得你去那边 白骨也有压力嘛 可能说哎 换工作之后 可能会有压力 但是那个 他落在砍宫实际上 哎 他是代表你这个技术过硬 知道吧 代表东西比较多 然后呢 你得详细去分 钉在这里刚好也是个病例 格局不好 白骨也凶 天珠也凶 嗯 对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 你这 你孩子啊 这个 一个是头发性的 刚才你说了 头发性的 再一个发作起来非常严重 因为这个局 我看完之后 我就想断他死了 你知道吧 想想说这个还是 别那么说吧 人家问的话 既然问的哈 你就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非常严重 这个发作起来非常严重 你看他咋说 他说那个 他是那个 严重到什么程度吧 这孩子啊 就是 直接 就是最后就没气了 他怀里就没气了 甲午心 甲午心 最后他报了孩子年名是 心 是 2014年 生的那小孩 最后他拿手给掐回来的 是吧 掐人重又给掐回来 你看这个符号 他多准确啊 这个盘也不是 也不是我起的 所以他起 他起完了之后 他扔到 他扔到群里边问的 通常写的丁 丁主阴火 代表什么 对 丁业主心脏 他这个病呢 具体后来还真是没说到这个病上去 是吧 具体是什么病 具体是什么病 是看的 看的是有 有 其他符号了 是吧 你看这 是不是心 又隐干是心呢 然后我就说 他问的这小孩嘛 直接就也没有 没有看这个 天瑞星这块 因为六合也算小孩 是吧 六合还有一种多 也算小孩 也可以看那个宫 也可以看那个宫 首先心引到哪去了 隐干他那个 引到了前宫 是吧 前宫 心家鬼 然后又临到藤蛇 临到藤蛇呢 落在前宫 是不是正刻他 你注意 你注意啊 刚才还讲 我们讲 讲那时候 讲音音的时候 我讲 阳跟阳在一块 阴跟阴在一块 绝对没好事 出了那个 出了哪两个呀 不是丁加丁 丁跟物 不是丁跟鲜 丁跟物 是吧 就是他说的是 两两相配的时候 没有说福隐 是吧 因为天干子是 活头同工 你看前卦 是不是阳卦 然后呢 这个阵卦 是不是也是阳卦 一个是墓 一个是墓 今年什么年呢 什么年啊 看地支 看地支 地支是金 地支是瘆金 瘆金是阳的 是阴的 对呀 今年是不是 要他命啊 看看 就说有的时候 你抓重点 抓重点 他这一下 你看 而且你看 一年又去看 去年是土 是吧 那个 前年是火 也就是 他小孩出生 身体就不好 14年出生 心在这 心在这 是沐浴 沐浴之地 淋了藤蛇 今年刚好 金嘉丽了 金嘉丽的 心肌引过来之后呢 哎 引过来之后 这里边是不是 有藤蛇 有伤门呢 还有天府星 是不是 地盘是不是 玄武啊 我断他 我说 我后来我就说了 你们家人 首先是 你看这个 看谁 谁是打过蛇 伤门是伤害过蛇 打过那个蛇 打过那个蛇呢 这里边你看吧 丙心和 心呢 是 可以说是长辈 是吧 他父母这辈 再一个 因为心是他 小孩年名 你不可能说 他小孩打蛇吧 小孩刚出 他才两三岁 他不可能是 所以说你这个 要排除啊 再一个 他落到前宫 是吧 那就他父亲 长辈前 他父亲 后来 后来我打的时候呢 就是说的太急 我就说打过蛇 我那个前缀没写 然后他说他打过 他打的 蛇上他们家 他打过 但是他父亲打的最多 是吧 打的说是不计其数 这是这是肯定是有的 那么再一个呢 就说 藤蛇落在前面 后来我就跟他说啊 你这个 你伤害的 他他说打蛇打挺多的嘛 但是有一条 他是不该伤害的 知道吗 他伤害了一条什么蛇 你知道吗 哎 这这个这个 双冷长河还真是挺 感觉挺好的 你看 他落在前宫 那就是蛇王 那是不是回来找他 所以是这个这个 这个信息啊 后来这个 给他们就是化解嘛 就是这个呢 需要你知道怎么化解吗 这个 首先 我们看先看他 营养带有没有问题 啊 有没有问题 一个是丁 一个是心 这两个都代表他小孩 那 你看啊 现在 丁在这个位置 生门可的 是吧 实际上是洋宅 他洋宅对这个小孩 有效非常不好 而且这个丁呢 地盘宫就在这 这是洋宅的信息 就说你端系 归端系 我迈来 迈来射一下啊 那个端系 你归端系 但是呢 主体这个东西 大的东西 必须 必须把它弄准了 首先这个洋宅 对这小孩有影响 洋宅对小孩有影响 那么 因宅 你看死门 他不是 直接就落在小孩的 这个工位上了吗 是不是 因宅也有影响 所以这个 这个信息就 一下就抓出来了 阴阳宅的事 你看又是 他本身跟阴宅 落在一起 那就是阴宅 影响的大 也就是小孩来的时候 他就是 他就首先 这个跟这个 关系上就扯上了 钵加钵 钵加钵 都在这两个空里 所以你处理 你处理的时候 你首先 你首先 你肯定要把这两个 给处理掉 他那个 才没事 他小孩才没事 特别是 你看 今年 今年是 省今年 省今年 如果到秋天的时候 是不是 金要乏力 这个 断的时候 还在 沉月 沉月来说 公位上来说 公位上来说 深有 还是旺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月来 也就是说 前两月 目旺的时候 目旺的时候 还不算太严重 一到沉月 一生这个金 这个就比较旺了 是吧 如果再走到 深年深月 或者是秋天 秋金 你看秋金月 然后到这的时候 实际上 这一片 这三个公位 深有 都是非常旺的 从深月开始 他这几个月 就肯定过不去 对 你说的这个 对 是吧 紫门 紫门一个羹呢 羹是大鹿 是吧 钉是十字鹿 钉是那个十字鹿 或者三 或者是钉子鹿 然后又白虎 心还是鹿 你看 天柱星是直冲 坟地有鹿冲 直接可以断 它坟地有鹿冲 而且落在真训宫 真训宫这个位置 他生门呢 生门在他来说呢 应该说他当地那个 他当地 他房子还算是不错 你看还有一个是九星反银的 还有一个九星反银 九星反银是不是严重 这个后来就跟他说了 就是要处理的话 就得一个是上他们家去 调理鹰宅跟羊宅 然后呢 做法 超度 超度那个 把这些 特别是藤蛇 你看这个 打过蛇嘛 超度完了 基本上能保证他孩子没事 对 阳宅天重兴 他也是鹿冲 因为庚加丁 丁加庚 他都是相同的符号 是吧 主要就是鹿冲 那么后来呢 这个后来给他 我那个 运崇老师 还有诸葛老师 我们三个人 专门给他 拉在一起 给他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他因为他处理 这个处理呢 因为程序也挺复杂的 这个 就跟他这个约时间 他现在在外地 后来是 后来是 他暂时回不去 以后再说 你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再看 晨月 是吧 晨四月 这与临着是玄武 天心行京门 是不是一闹腾 天心行又给整医院去了 六一击行了 是吧 临着马行 逼动了 我当时断他 那个 我说断他到 那个 秋天 是吧 秋天 特别是 晨月 皇后 这关肯定过不去 到这个月是对冲 到这个月是最旺 深月的时候 直接也算是前进 深月也算是前进 这俩月 这个前 前挂旺 直接课这个阵弓 就加厉了 那么后来 运冲老师断出 你这个 你不用走到那时候 走到晨四月 你看下个月 天心行就给整医院去了 你看 就是这个符号 你注意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 刚才说了 他是蛇王 遇到这 为什么特别难处理 就是说明朝的时候 我再讲一个故事 明朝的时候 有个 就是朱历 朱历不是推翻了 那个 孝文帝 是吧 是 我说错了 朱历打 那个叫啥呀 你是想不起来了 把他推翻之后 朱历就到北京了 就到南京了 南京就是 就他当皇帝了 他当皇帝 当时有一个大儒 叫方孝儒 叫方孝儒 就说他那个 文章写得非常好 文章写得非常好 非常好呢 他就 让他给他写 那个登基 那个点文 是吧 登基那个 就是昭告天下 那个告示 让他写 方孝儒就不写 最后说 那个那个朱历 就说了 你以为我不敢杀 你就 他是 他是那个各种 那个什么呀 软硬监尸 各种方法都用 我给 我许你大官 怎么着 然后呢 方孝儒就是不答应 最后他说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我灭你九州 灭你九族 知道吧 古代时候 讲灭九族 方孝儒就在那 蹦着说 你灭我十族 又如何 我就是不给你写 对吧 最后 就说把他们家 所有的两万多口 全杀 亲戚露人 十族指的是什么呀 学生 认识的人 全杀 杀两万多口 这个故事 他有个典故 典的故事 是这样的 说是方孝儒 方孝儒的 爷爷 他们那时候 叫建府邸 建府邸的时候 他晚上 睡觉 选好了一块地 睡觉的时候 就梦到一个白货的老头 找他 找他说 哎呀 你选那块地 是我家族子孙的地 你能不能够太贵爽 你就 你就成全我们一下 你选别的地 别的那选 然后呢 他做了这么一个梦 后来他醒了呢 他醒了 他没当回事 根本 他也不答应 不搭理那块事 人 就他也不答应 对吧 后来就在那块地上见 挖开之后呢 挖开了一个大穴 是吧 穴里边是一个 一个蛇的家族 好几百条蛇 是吧 上千条好几百条蛇 然后呢 他一看 我靠 这什么东西啊 然后 通通给烧死 弄火呀 什么的 全给 一条没留 全给烧死 烧死之后呢 那个那个那个蛇 最后 后来说 他又做一梦 那个老头就 最后就对他是 言辞激励 他就说 你灭了我 你灭我全家 全族啊 我将来 我要灭你全族 就是这个 这么一个典故 如果后来他们 他生这个方校主的时候 就生那个蛇 蛇王 蛇王投胎到他们家 然后呢 就叫那个方校主 他从小就特别聪明 是吧 而且文才是 文才 非常好 最后就 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所以呢 就现在包括啊 特别是东北 你们东北那边 是吧 东北那边 大蝎特别多的 或者是什么的 他们对这个蛇呀 狐狸呀 黄鼠狼啊 是吧 这些 狐黄长毛柳 说这些一般 这些容易 修成仙的这些 你千万别招惹的 这将来 他是会报复的 那么这个是 主要是当时就 把重点给说出来了 是吧 然后一些细碎的东西呢 就没有在 没有在深挖 是吧 实际上咱们 以前那个 诸葛老师给大家 讲的细碎东西 也不少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里边 这个翻弓 然后引干 生我的 克我的 这些 因为你注意 特别在化解的时候 就说处理的方法 不止一条 不是说我这个 我这一种处理方法 我就这么走 那么 你可以全面的 因为这个全盘局 全盘局呢 它那个内容 就非常多 非常多 你从 你比如克 比如说这个工 克他 克他呢 能化解他的 就是这个工 那我在这个工里边 找信息 以家务 是吧 利音 海洋 太阴 田行行 杜门 这个告诉你 什么信息 又有酒地 这是不是要送钱呢 是吧 物是钱 是吧 以家务 利盈 海洋 又连着杜门 这个事情要悄悄的 然后他这还有个 顾虚地 顾虚地 顾虚地也反映出了信息 这个送钱的信息 是吧 这个是 顾家以青龙和会 这送的还要多呢 少了根本不行 他也能缓解 就抛过去 咱们法术部分来说 咱们从器皿上来化解 这是一个例子 今天就先讲这么多 然后接下来呢 就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一提 怎么看应期 应期的话 你可以找天干 也可以找地支 比如经常的是有结婚的应期 我再拿个例子 这个例子比较老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是 应期的事 稍等 我找一下那个例子 好 好 那么 我说个时间 你们谁能给我排个局发上来 2015年 11月 11日 然后晚上8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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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拍好了吗 马上马上 看看拍那个G对不对 对这个G 能看见吗 看见 能看见 能看见 对就是这个 那这个人呢给他断了不少事 断不少事呢 可能他是问工作 是吧 问工作的情况 哎 现在这个这个是在害羽是吧 嗯 物家庚 我们先我们这呢就看他工作啊 他他问工作了吗 其实断是断挺多的 嗯 工作上呢 他是 物家庚直服飞工 是不是 哎 这就看出动向来了 然后呢 他不是在那呢 上班了是 去了去了有俩月吧 去了有俩月 然后呢 就是他问在那怎么样 后来我跟他说啊 我说你这个地方待不长 下个月你就 你就得换地方 是不是啊 这个G特别明显 可能 你们看也能看出来 很简单 我这个迎期啊 没设分享图片 你看不到吗 刘虹 啊 那个屏幕上面有 群里面有 啊啊 啊 屏幕上没有 屏幕上 屏幕上 屏幕上用 用这个打开就可以了 得用这个软件打开 得用这个软件打开 现在有了啊 心啊 心是他 是他自己 他来本的事 他其实也就是主要为工作的事来的 你看看 然后这个迎期 一个是你看地支嘛 对不对 他这个 吴家庚刚好就在这个紫月 是不是啊 这个紫月 他要动 对 格局非常明确 再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段法啊 就是你要看物 或者是看庚 是吧 物月或者是庚月 看天干 这个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用 啊 具体用哪一个 反正是都准 是吧 银行 银期基本上也就是这么短 呃 再一个就是 河风冲 冲河 是吧 如果是 浮印局 那就冲开为硬 如果是合格 冲开为硬 如果是冲格 以合为硬 是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冲格 呃 比如说啊 辛加物物加辛症啊 你看 辛是甲午辛 呃物死甲子物 是不是 嗯 对 两个是不是相冲的呀 对 把它合住一个 就为硬 起 丙心和丙月为硬 起 物鬼和鬼为硬 具体 啊 具体看 啊 根据你的情况 实际情况来断 是物 呃是是饼 还是还是鬼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嗯 主要你根据问他设 行吧 这个今天就到这吧 也不早了 这就今天我这个我老婆回来晚 可能到这时候 他 要是明天的话 在在家的话 估计十点半就得下 尽量就说 再一个就是你们下次来啊 就是 呃 尽量啊 咱们上课还是一三五啊 啊 一三五上课 然后呢 中间隔一天呢 你就是练习什么的 呃 比如说 下次我在讲完课的时候 课后咱们就是作业 然后你们每人呢 呃 都拿一个局上来 然后你是怎么断的 然后实际情况呢 给你实际指导 这样呢 涨进更快啊 因为安利的话 你可以 呃 就有些 不管是 呃 有些有有有有文字资料 或者其他资料 安利好找 好很多 但你实际到你手里面行不行呢 你得自己练 是吧 呃 所以下次我建议大家就是 每人要交一个例子上 点评 然后呢 咱们一起挖掘啊 一起这个信息 挖到哪儿都行 呃 越挖 大家一起挖的时候 呃 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 大家共同提高啊 互动起来 不互动就不好办 不互动这边 就强行关注 最后也不知道你们学的怎么样 就第一期里边 这里边就刘虹学的比较好 他们几个也不怎么断 是吧 行吧 今天就到这吧